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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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比例 跟人家比較有特色 看你有沒有摸 我比例一定要抓得很切切 以前的古老方老师說3比1 他所謂3比1 就是說那個兩斤搭配一斤 肉米兩斤搭配再來米一斤 因為我慢慢我自己在想說 這個這樣以前做起來 我那時候我阿公我媽媽做的那個年糕 我有吃過 就是說好吃好吃 不過我就殺在Q性 好像那個咬勁又不大一樣 我有慢慢就圓圓挖出來 所以我紅肉都是七分八分這樣而已 因為要有 這就是要讓客人有吃到那個顆粒 一般他們沒有顆粒 他們都是煮熟的 或者外頭他們比較那個 比較節省時間就對了 就買那個紅豆泥 紅豆泥出來回來煮 我們是紅豆天然的整顆下去煮 所以特別的香 而且我們挑的那個產地也是要 從那個萬南那邊過來的 那個人找真的太多了 電話喔 跟一天我差不多擋了三四百通的電話 跟他講說 已經東西沒有什麼多了 因為你知道手工的東西 不像說機器化的啦 機器化可以量充得很大 我們手工的有限 而且我們人員體力也消耗比較大一點 做的那個不像說一般工廠的 後量充得很大 那樣工作時間是不是要拿很長 我們那個那幾天都是二四小時了 不睡覺的 我做兩枚三天了 兩枚三天都沒有碰到那麼多 好像會說現在剛才在家裡 浪廣就坐一架小坐一坐而已 之後後來就感覺說很累很累啊 很累後來就 我像我們 那晚過年晚要為了 煮飯我都睡著了 又睡著了 我一直睡一直睡 就睡幾天 結果有時候那小時候 媽媽你們就要來煮飯 就說 好了好了起來 我吃個杯子 煮出來 煮出來可以吃吃吃 我就要再睡了 那時候除夕的兩天 就今天除夕就 昨天就對了 他們我們羅夏那時候 太太跟那個兒子他們在忙 他就有客人 那時候客人有注意到說奇怪 怎麼那麼久都沒有見到老闆 他說我不知道 我太太跟他講說不知道 我兒子剛好上來要拿東西 就剛好看到我那個躺在床上 然後爸爸就這樣 我說我人不舒服你們先坐 我說真的累壞了 那我太太就跟客人講說 老闆喔老闆現在 在那麵城上捧著哪一隻 不知道多少個車 就這樣 我們那時候累的真的沒辦法 如果說今天休息的話 就客人也撐到我要做的東西 客人跟我說你不能倒呢 你倒的話我們以後要吃這個東西 真的找不到了 就客人跟我這樣講 我說我會啦我會 不過你們也不要跟我太趕 我慢慢來一步一步來 我跟他有講說沒關係 我們的預計是頂多到70歲的時候 你們就做少一點 看要做限量就全部都是訂過的 接訂單 現場就不要 或者做少一點就這樣 我那個體力 我想說做人就是一定要做 你不做都不行 要火就要動啊 有的人六十幾歲的時候說 我乾脆退休 退休 退休的話 就看到了 所以我是做 我是不會覺得說 我們人不能說 我們做就是壞名還是什麼 我們做 身體健康最重要 健康 健康就不覺得是好 我都這樣想說 我們阿嬤這樣 打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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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好 好